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节目老刘教您一道香脆可口的豆腐园子 周四下午17点45 邀请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余颜冰大夫 跟您讲讲小儿脑瘫 欢迎各位收看由鲁花花生油独家冠名播出的饮食养生会 同时我们要感谢生龙米汁清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讲到了面积筋卵 同时也提到了面瘫 就是脸就不动了 还有一个瘫 叫脑瘫 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那我们有请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余颜冰大夫 有请 余颜冰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 本期爱问团的嘉宾有 湖北卫视节目主持人胖胖 著名主持人张月 著名主持人索妮 今天我们要讲到脑瘫 好像这脑瘫就是从小孩看着 而且这个不陌生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案例 对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马女士在给自己六个月大的宝宝喂奶的时候 发现宝宝很难吞咽 除了喂奶男穿衣也难 而且宝宝的脾气还特别大 叫他没有反应不说 外面稍微有点动静 他就哭个不止 前几天有一则描述脑瘫的消息 吓坏了马女士 宝宝的有些状况很接近脑瘫 吓得马女士都不敢去面对医生了 怎么的描述呢 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脑瘫是个人为的概念 它是一个综合征的代名词 很多老百姓认为脑瘫就是脑子智力不好 智障 智障 错 智障叫智力低下 智障 它是智力低下 脑瘫那边主要是表现为运动障碍和姿势异常 对我知道了 就是小孩老是拿脚尖走路 脚尖走路 坚持马 摔跟头 摔跟头 甚至走不了路 它主要是由于出生前或者出生的时候或者出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在脑位发育成熟的时候出生后一个月以内脑子还没有发出发育成熟的时候脑阻力 这个时候呢由于各种损伤比如早产窒息缺氧地体重出生多胎认沉黄胆脑膜炎 出生外伤等等等等诸多因素 包括妇女在怀孕前接受一些放上线的一些这个照射或者是吃一些药物 就是为什么怀孕的妇女都不愿意吃那个吃药的说 哎呦怀孕了不能吃药什么药的感冒药的是对了 这些情况当然有一些遗传的因素 这些因素对脑组造成损伤 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 运动性存在的伴随终生的表现为运动障碍和姿势异常 就他运动我手拿东西拿不了脚走路走不了 那智力呢 那智力没问题 只有10%到20%的病人伴有智力地下 伴有智力地下 这更痛苦什么都知道 我们有很多高精端的科技工作者是脑袋 对就那个霍金 脑袋的病人有的人智力还超长 还非常聪明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题板上说的这个小孩呢 六个月大小 真正诊断脑袋 得到两岁吃个分岁令 因为两岁以前的他都有变化 但是呢我们会观察一些症状 诊断脑袋的时候 你要看六个月喂奶的时候 他有一些喂奶奶啊 穿衣不行啊比如三个月 他这个会翻身了 翻不了身 这个六个月会坐 八个月会爬 这种情况 他比正常孩子发育晚 主动运动减少 发育迟缓 比如一岁一半 一般的孩子都会走路了吧 都能站了 他站不了 我说这是比较轻的老大 重的当然 六个月就可以看到了 想想我的后怕 我也是不会爬小时候 怎么会呢 不要恐怕 你现在都直接走啊 直接站起来 我就从来没爬过 直接跑了 是这样 这个脑瘫发病领域 随着医学领域的进步 和微产医学的发展 新生的死亡率下降 生活率正高 比如说那些出生不正常的过去 窒息啊 多胎认沉的 早产 难产的 过去就小孩都死掉了 对 我已经要问一下 刚才我就听到你说 多胎认沉就是双胞胎的意思 双胞胎 还有三胞胎 那有什么不好的呀 怎么会成为 脑瘫呢 他肯定是在 胎儿宫有时候有窘迫啊 缺氧啊 都有这种可能 是这样的病人呢 过去都得以生活不了 对对对 医疗手段不行 现在越是发达国家 特别在欧美 发达国家 都能让它存活下来 所以脑瘫就从这里边发病 可是这个很难去 你说怎么办呢 就是等于是优胜劣不态 劣咱也不能给 可是生命它都来了 你不能够说 因为它有什么缺陷 对对啊 所以我觉得刚才 这样的病人呢 去治疗 你像一个小孩子 他牵扯到三个家庭 您说是伴随终身的治不了 伴随终身的 他这个正好伴随终身 你要治疗啊 减轻 他是不会掉下来减轻啊 我说的通俗的 有人说 说余大夫 你开展脑瘫治疗 你把这个大瘸子 变成小瘸子 摊患在床上 变成个瘸子 是的 不能走路的 我经过治疗 能让它走路了 走路不正常的 经过治疗 它接近正常的 这就是飞跃了 我们再重申一下 哪些情况可能引起 既然它们可以引起 那你就可以预防了嘛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前面这几样的 都是一个最主要的 造成脑瘫 最主要的致命中 早产和地球用出生 出生的时候 新生窒息 产生 这两条是最主要的 如果呢 他到两岁的时候 还不会做 就肯定是脑瘫了 肯定是 要等两岁才能够确诊 两岁呢 就是个分岁点 因为早期 它有个不稳定 有时候胳膊腿 有时候硬 有时候软 家长也不好判断 医生有时候也不好判断 那你就接受一些 远单的康复训练 我想说呢 告诉观众朋友 就是说脑瘫这样的病人 要注意 一旦试了 说我现在大夫 我发现了试 怎么办 他能不能回去 不是 不可能 啊 但是呢 它表现为 运动障碍和姿势异常 我们通过手段 医疗手段 包括康复治疗 包括手术治疗 让他能够 尽量接近正常 就可以了 成年人是不会再得脑瘫是吧 只有孩子会得 为什么说永久性存在 伴随中生 不会进行一家重痕 为什么呢 就你比如 受瘾的部位是脚 监筑 比如右脚是监筑 左脚没监筑 将来随着实验 对于左脚一监筑 不会的 范围不会扩大 但是由于 比如说精卵 精卵性脑瘫 当时监筑了 长期的精卵 可能当时 肌肌肌肌肌肌肌 受瘾的部位 越来越重 您说这精卵是抽风吗 脑瘫呢 不是抽风 精卵呢 就是腿精卵 它腿硬 这个病人架起来以后 你摸他的小腿和大腿 就像石头一样 特别硬 会这样 他的功能不行 协调运动 运动障碍 那是中风了 姿势也异常 什么叫姿势异常呢 由于他运动不好 他走不了路 就压着 压着走压着 那这种情况下 他就得 姿势就得异常了 找平衡啊 他两边都找平衡 刚才余大夫 您说就是脑瘫的 孩子有可能是一侧 比如说颠足 那他那个没颠足的那侧 就是好的吗 是正常吗 没说了 也就是好的 对 就永远都好的 那您比如说 可以让他这个病呢 稍微的健好 那能把那个颠足的那只脚 给他弄成正常了吗 因为治疗能够接近正常 那这个脑瘫跟小儿麻痹 有是什么关系 脑瘫呢 是我刚才已经介绍这个情况 小儿麻痹呢 它属于神经受损害的 是害种 那是智力有问题 小儿麻痹 智力没问题 也没问题 其实体育会严育起 还是这个 那是另外一个病 小儿脑瘫是因为脑组织受到损伤造成的 这种脑组织损伤是不可逆的 永久性存在 脑瘫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或姿势异常 有一小部分的病人会伴有智力低下的表现 早产和低体重出生是小儿脑瘫重要的发病原因 小儿在出生前 出生过程中 出生后的一段时间内 大脑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时候 窒息 缺氧 黄胆 脑膜炎 外伤都有可能导致小儿脑瘫 另外 母亲在怀孕前 接受了一些放射性照射 服用药物 多胎妊娠 都可能是导致脑瘫的原因 那我们再强调一下 哪些情况下要警惕宝宝脑瘫 姿态异常 姿态异常 什么叫异常呢 为什么要这样提板 反应迟钝呢 为男友的时候比较困难呢 持续的苦闹啊 姿势异常啊 姿张力有异常啊 腿硬和软不一样 有的软有的硬 但是总是跟现在正常的不一样 主动运动减少 这些都提示有可能是脑瘫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一家就生一胎 也没经验 我这个异常要跟别人比吗 我跟谁比去 我们家孩子就 问别人 问别的生后孩子的朋友 这个小孩是要去打预防针啊 还要去到医院去就诊啊 还去打这个接纵啊什么 人家孩子都一二大 他都走了 我的孩子还走不了 腿还硬 肩足 这个情况他就家属肯定会 他都了解 所以呢 这样的病人呢 他对父母就是一个人 他就了解了 那我还想问一个 比如说他在怀孕 就是出生之前 能够确定他是脑瘫吗 对啊 我们查出来 在这个出生前能够查清楚 他是有没有先天机型 脑瘫查不出来 哎呦查不出来呀 这真丑心 多数的病人都在产时 生产的过程当中 生的时候 窒息 造成损 所以用产前 加出来的孩子容易脑瘫 是吗 那也是产伤啊 产伤造成的 对于早期的发现 早期的诊断 早期的治疗 早期的干预 医学干预 非常重要 包括三个月 该会翻身了 六个月该会坐了 八个月该会爬了 那这种情况 七坐八爬 八个月该会爬了 六个月就会坐 老平行说七坐八爬 其实六个月有的就会坐了 正常孩子都会差不多 这样的病人呢 就是发现他 发育迟缓 该翻身的时候 该爬的时候 他不会爬 他一岁半会爬的 那肯定发育迟缓 这样的要注意他 另外发现他的姿势异常 和运动障碍 这时候赶紧进行干预 怎么干预 康复训练 下面写的有 PTOTST 这是学名 就是肢体的功能训练 书写训练 语言训练 那么小的怎么书写训练 那会儿还没有 这么小的小孩呢 开始小的小孩 当然不要做 就肢体 你要做肢体的功能训练 帮他 皮腿啊 压腿啊 翻脚啊 这些动作 当然呢 还有诱导的智力 随着年龄增了 慢慢慢慢地 长大了以后了 你当然还有 休息训练啊 其实我们现在 别说 这个有病患的小孩 我们正常的小孩 现在家里都很注意 也得做这些 我们什么小孩都跟他 哎呀 就跟他玩 顺便挫护他 还有那个 辅助啊 那都是这些训练 那余老师 刚才我 咱们第一个案例里面 不就是 那个病例里面 不就是说 那个 那个马女士 她的宝宝不是 就会哭闹不止吗 那如果说 她本身这儿就难受 她拼命哭 还怎么给她做训练 耐的训练 耐的训练 你给她活动啊 让她活动 就让她哭 让她喊 也得接着掰 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概念 治疗上来说 除了康复治疗 就要手术治疗 为什么要做手术呢 以康复治疗为主 能够康复的 我们就康复了 脑袋里边 60%到70%的病人 是痉弯性的 痉弯性的腿硬 肌僵力高 肌僵力高 你功能训练就困难 那要通过手术 把肌僵力降下以后 再去康复 降肌僵力再康复 怎么降 就通过手术 这手术是在脑子里做吗 手术不在脑子里做 在肌肉上做 或者在腿上做 或者在胳膊上做 那它不是脑瘫 怎么做胳膊腿呢 脑瘫不是说 是一个咱们老百姓的 不是 这是一个脑瘫 是一个代名词 它是一个综合症的代名词 不是一个疾病的 它主要是 大脑网状结构的 抑制功能下降 就传上来的冲动 应该抑制掉很多 再传下去 它抑制掉不下去了 传的也多 下去的信号也多 这样的话就不平衡 才会造成精卷 那它肢体部位 就是不正常的多了 那就手术点也多了 是这样的 下肢呢 比如说下肢有问题 那么呢 如果它胯关节有问题 膝盖有问题 踝部也有问题 剪刀部 所以静卵用膝盖取取 马蹄足 肩足 这种情况 那我们可以从腰椎上做 总体上先解除静卵 就下肢就有问题了 如果呢 我就一个肩足 别的都没有问题 那我就从周围神经做一个 从膝盖后边找到一个 做一个局部的 把那个脚那儿解决了 就可以了 多大时候可以做呀 最小的呢 周围神经的手术 肢体的周围神经的手术 可以在两岁以后做 做这个脊柱的手术 从脊柱上做的话 要是在三岁半以后 就是这婴儿都没法做都 太小了没法做 因为它没有发育区域成熟 那怎么办呢 给它功能训练 到了能做手术年龄 激将力确实再高 比如说四级的激将力 那我们把它降下来 降到二级以下 然后才抗风训练 才能有效 单纯抗风训练 不做手术 那你训练的时候 它还挺好 训练一间歇 马上就加重了 要间断训练到十五岁 让它在十五到十八岁以后 整个区域这个青春期发育过了 体格也不再长了 这个时候就基本上稳定了 脑袋里边有95%以上的病 都是需要手术的 但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不是说得了这病马上就手术 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不一定需要手术 先抗风训练 两三岁的时候没做 四五岁的时候也没做 七八岁可能就需要做 因为它在变化 它生长在变化 那到了成年 就是您说青春期过后 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有 新的症状出现了 它几个发育成熟了 就没有担心 就是比如说它是哪个部位 有问题 那那个时候做手术 可能就是做一次手术 就确保 就是至少改善了 对 但是是这样的 长期的痙攣 可能造成它的肌腱的 软缩 肌群 骨关节发育 异常 所以呢 你要早期治疗 早期治疗 不一定早期就手术 就是你要根据它 该不该做手术 像这种改善率 能够达到多少 比如说我们经过手术以后 改善率 可以达到95%到98% 就基本生活可以自理 不一定那样讲 有的呢 根据它的数前的情况 一百个脑痰 它有一百个症状 都需要一百 对啊 它不是千变一律 所以等脑痰 将面积用完 我们抽都是脸抽 这个错了 脑痰有的人手不好用 有的人脚不好用 有的人胳膊脚都不好用 有的人脸还扭 脖子也扭 都不一样 它的症状不同 采取的治疗策略 说到症状 我刚才没来得及问一个问题 您说有的是颠足 是吧 还有剪刀部 剪刀部是什么样的 剪刀部是两个腿 交叉 交叉 对我也想问 见过见过 我是没懂 马蹄部是什么 马蹄足就是脚跟露老弟 那不是脚尖足吗 还是脚尖就是肩足 肩足 肩足 这样的病人的小孩 他扭着皮肉这么走 上楼梯比较困难 而且他就挺着肚子 姿势异常 为了反应性的 他不挺着肚子 就钻下去了 挺着肚子 所以造成脊柱的前途机型 好多的 所以我们的腰怎么弯了 它就是因为反应性造成 这样的小孩 小孩开始小的时候 还能走路 然后身体没有太胖 讲来一胖 他越脚不好用 腿不好用 他越不愿意走 越不愿意走 他越胖 越胖 越走不了 负担力量越重 他越没有劲 力量又差 越走不了 那比如说一个小朋友 他得了这个病 他是肩足 经过手术之后 这个改善率有很大的提高 那还会反复吗 不反复 反复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要经过正规的功能训练 很好的训练 抗功能训练是 巩固手术疗效的一个基础 所以说你 做了什么 外事大级 很多病人 我们大概在99年 就开展这个工作 做到现在已经将14个年头 我们为大概将近 一万例左右的脑瘫病人 做了手术治疗 总的来说疗效都是很肯定 因为现在我们新生儿生完以后 我们都要去打预防针 国家有这样的指导 那样的指导 那我们就是在返回医院 检查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 关于脑瘫的一个普及的知识 或者是大夫给个诊断 说你们应该注意 什么的 我实话实说 诊断脑瘫的 高脑瘫的医生 并不是很多 所以这个小孩 你是不是脑瘫 你要是有的医生 你随便跟一个家长来 带着小孩来 说你这孩子是脑瘫 这医生家长跟你吵起来了 你凭什么说 我们孩子是脑瘫啊 对 但是 家长是第一医生 他的第一个医生 也是他的第一个老师 那么发现了孩子遗产以后 要看医生 这个医生没说透 再看一家医生 多看几个 最后诊断了以后 赶快就去知道 关键也得知道 该去哪一个科室看 班的儿科都有看脑瘫 所以到儿科先就诊 我确诊为脑瘫 就到康复和康复 脑瘫手术很难吗 手术 制定手术计划比较难 也是一个 是个显微的手术 做神经的舒适 这个手术呢 当然有一定难的 有一定难的 没有不难的 那各大医院不是都能展开的吗 在国内开展这个工作的医院 并不是很多 都是这样 因为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团队 比如说我 做了这么多例病的人 并不是我一个人做 我需要一个评估 要和神经外科医生 要和神经内科医生 儿内科医生 很好的团队 马医科医生 共同建立一个会诊 他必须是一个综合大医院 会诊 会诊完以后 他该不该做 该做哪一部位手术 是一次手术做到位 还是分期手术 所以他留点空间 下次再做 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项目 那很贵吧 价位很高吧 大概两万多块钱吧 我觉得那也得看 要做几次吧 反正得 有些不是还要再做 反正就是说 得提醒大家的大医院做 因为它是综合的一个手术 还要综合 另外术后以后 怎么去康复 对 你康复哪 要系统 要专业 当孩子出现 发育迟缓 姿势异常 主动运动减少 这些情况都在提醒 孩子有可能是脑瘫的征兆 家长需要紧早到医院确诊 脑瘫的治疗 关键在于早 早发现 早干预 早治疗 早期以康复训练为主 家长在家 可以帮助孩子 进行肢体训练 书写训练和语言训练 小儿脑瘫的治疗 需要康复治疗 和手术治疗结合 家长应当根据孩子的成长情况 经常和医生沟通 确定手术时间 以及手术方案 脑瘫儿的康复 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家长要积极配合医生 应循序渐进 且不可操之过急 新浪卫博的网友谭女士 她说我的儿子今年11岁了 出生的时候早产窒息 一直到三岁才会走路 现在走路还是剪刀部 走路像小鸭子一样 我们一直坚持康复训练 但始终没有改善 请问专家还有什么办法吗 她像三岁 你就可以回答 手术 因为康复不是万能的 对 康复到即将力比较高以后 即将力在三级到四级的时候 即将力非常高 她腿非常硬 康复训练稍微一停 她马上就加重 而且你必须把即将力降到以后再康复 否则前面康复白做了 那能不能跟那个谭女士说一下 她在三岁的小孩子 走路像剪刀部 如果我们做了手术以后 又坚持康复的话 大概能恢复成什么样的 基金正常 那挺好的 基金正常了 就不太影响生活了 不会影响生活 好 只要有了这样的不幸 我们就要去及时治疗 让这个不幸减少 非常感谢余大夫 谢谢 今天还做豆腐 今天豆腐跟网红电视一样 平时我们知道丸子都是肉丸子 对 后来有素丸子 素丸子 吃素丸子是因为没有肉 还把什么胡萝卜 米 萝卜 没米 萝卜 什么青菜给弄一块那种丸子 今天我们直接用豆腐 把它炸成丸子 豆腐丸子可香 哦 你看豆腐丸子 这个豆腐丸子 我们需要的原材料很多 有豆腐 我们把它抓碎了 也是北豆腐 成了豆腐渣了 这是玉米面 有香菇 香菇丁 这是香菜丁 香菜末 葱花 黑芝麻 淀粉 胡椒粉 盐 还有一枚鸡蛋 这怎么做 就全和一块 反正最后都变丸子了 对 所谓丸子就是和一会 豆腐渣 我们今天做一个豆腐渣工程 豆腐渣工程 那我觉得在这里面 如果也放进一点 自己喜欢的蔬菜的话 应该也好吃 对 但是放蔬菜就炸出来不好看 就炸出来也是有点像素丸子 那种五颜六色的 颜色不均匀 对 它就会毛毛糙糙的 香菇 香菜 葱 葱花 好香啊 那这样 可以芝麻放这么多呢 对 胡椒 要加水 别加水 它还挺能粘在一起的 就是豆腐里面的水分 就本身就把它 还有鸡蛋 还有鸡蛋 是不是锅里可以倒油了 我这么想把它烙成小饼也不难吃应该 对 是吧 对 那还比做丸子省事呢 比做丸子省事呢 还少油呢 还少油呢 对 好 我们现在锅里倒入卤花花生油 做丸子得多倒一点 烙这个饼要是不用豆腐呢 你可以用那个豆渣 你用豆浆鸡 对 对 用完那个豆渣 别浪费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做过 特别好吃那个 我父亲就经常在家里面 用那个豆浆鸡 炸完豆浆以后 就做那个豆浆饼 挺好吃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 那个玉米饼 我们把它加到这里面 粗粮加进去 对 粗粮也加进去了 这个吧 怎么 你得用手 怎么弄 一个一个捏 捏一下 哦 你不用手 它怕粘不到一块 对 这我刚才没注意 放淀粉了吗 放 放淀粉了 不放淀粉 它不粘 粘不住啊 嗯 然后下去 那就层 那就索性呢 如果不放淀粉呢 就索性放一点油 给它炒 炒好了 当麻豆腐吃 麻豆腐 对 是不是油温 还要高一点 没事没事 因为你要慢慢地 往里放 哦 其实有时候 素菜做得好 也是非常好吃的 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我女儿小的时候啊 就他们幼儿园呢 给他们吃一口饭 一口饭呢 就是把那豆腐渣 给割了葱花啊 然后又弄得非常好吃 还割点小虾皮 烙成饼 然后第二天 他就管我要一口饭 我说你怎么 想吃一口饭呢 后来我就到幼儿园一问 原来他们把这个 豆腐渣呀 给加工得特别好吃 所谓的一口饭 比那平常 他们吃的那个饭 他女儿还觉得好吃 就是素菜 做得很好 加工得很好 现在不一样的 我女儿她们吃一口饭 就是吃肥肉 吃肥肉了 太苦了 太苦了 都没什么好素菜吃的 别说这要对我来讲也是适用 因为我就相对来讲 肥肉是一点都不沾 一丁点都不沾 是什么 是习惯吗 习惯 从小就不吃 就不想吃 对 不不肥肉一点都不吃 而且肉本身吃的就很少 什么样的肉肥肉都不吃 就是五花肉不吃 别的呢 我只能 我去超市买肉 只买里脊和通脊 那像羊身上 或鱼身上那种 肥一点的肉呢 不吃 羊肉串里面 肥肉也不吃 鸡皮鸭皮什么都不吃 我岳母一样 就一点肥肉都不吃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原来还喜欢吃什么肥肠 但是偶尔这个解解馋 而且像很多的一些菜 我都不喜欢超 我就比如说苦瓜 我就要它越苦越好 我唯恐它不是那个青菜味 我就要吃出那个 恨不得就跟刚拔下来的 那个草味似的 我才觉得好吃 最近来说我们应该是 荤菜素素 我把那个肥肉 给你做成冬瓜样 对 但是不行的 吃下去还是肥肉味 还是受不了 这炸出来 真的好像肉丸子呀 对呀 完全看不出来 太烫了 就先不请大家品尝 待会儿大家再尝 特别烫 如果要是炸的时间 或者是油温再高 它颜色再深一点 就更像肉丸子 对 但炸久了不太好 这样已经很好了 或者如果这样的话 在炸过之后 比如说把它做成那种 像溜丸子似的 这样溜丸子 对 上面有汁 那就绝对像肉丸子了 好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豆腐丸子 希望您能够喜欢 你在家里面可以实践 豆腐丸子 食材 北豆腐 玉米面 香菜丁 香菇丁 鸡蛋 调料 葱花 黑芝麻 淀粉 胡椒粉 盐 做法 一 先将北豆腐装碎 倒入玉米面和少量淀粉 二 加香菇丁 香菜丁 葱花 黑芝麻 胡椒粉 盐 和一枚鸡蛋 搅拌均匀 三 锅里倒入食用油 油温升高后 将搅拌均匀的豆腐捏成圆子 放入油锅中炸 四 待豆腐圆子炸成焦黄色即可 老刘贴士 一 豆腐有一定的豆腥味 在烹饪之前用水焯一下 可以去除部分豆腥味 二 炸豆腐圆子的时候要小火慢炸 这样炸出来的圆子外酥里嫩 我们是 传递精彩 感动世界 八月 我的中国心 落地韩国 选目开播 这个节目特别好看 都会真正唱起来 你就像亲爱的声音一样 特别自豪 美国 澳洲 泰国 12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引进 即将起路 梦想升级 全球共享 感谢各位的收看 感谢陆花 花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养生笔记 脑瘫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或姿势异常 常见的有马蹄足 肩足 剪刀部等形态 只有一小部分的患者伴有智力不足的表现 所以脑瘫患者不等于智力低下 造成小儿脑瘫的原因有很多 早产和低体重出生是小儿脑瘫最重要的原因 新生儿出生时的缺氧质心 出生后 黄胆 脑膜炎 母亲在怀孕前接受了一些放射性照射 服用药物 多胎妊娠 这些都可能是导致脑瘫的原因 目前的医疗手段还无法在孩子出生前就判断孩子是否有脑瘫 有当新生儿出现发育迟缓 姿势异常 主动运动减少时 应该引起家长的注意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饮食养生会有角互动进行中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登陆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并参与微博互动 即可获得由鲁花集团提供的精美调味品套盒 还有大量精彩节目视频和养生笔记 供您下载 天天有惊喜 赶快行动吧